我们还是来讲 生万这个 27个子行业 一个一个来 我们是现在讲到了计算机行业 前面我们讲的计算机行业里面总体的一个情况 讲了这个安防信息化 讲了这个金融信息化 讲了这个 云计算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个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子行业 就是这个医疗的信息化 讲到医疗信息化 其实 跟很多行业 它这个 类似 就医院 以前 那就是最传统的 就是医生在那边做诊 然后看这个 病人遇到什么情况 他完全是凭自己的一个经验 那现在 你比如说 你去医院 首先 从这个挂号 它就开始 可以在网上挂号 预约 可以去现场用那个机器挂号 也可以去窗口最传统的方式 那到最后 你去化验 比如说让你检查 检查完了以后 比如说验这个 验血 给你查这种 查比如说 X邦胸透 各种东西 其实现在 它都是由机器 然后最后由电脑 自动生成一些 然后医生拿到这个结果以后 他直接拿到这个电脑 产生的一个结果 然后他可以 凭他的经验 来做一个判断 他也可以 通过这个 比如说 电脑里边 已有的一些 给出的一些建议 来开方 开药 各种东西 其实来说 你包括支付方面 你现在 电子病例 包括这个 医院各个系统之间的打通 比如说你这边 医生刚开完药 你到窗口一拿 那窗口 其实早就收到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内部都是 由这个 信息化 计算机系统给他做完了 那这个事由谁来做 当然不是医院自己来做 因为医院自己负责看病的 和一些后勤保障 就是这些信息化企业来做 对应的 我们的上市公司 比如说为您软件 为您健康 创业软件 这些公司来做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化 就是把 能用到计算机的地方 代替了一些人工的工作 但是未来信息化可能还会解决一些更重要的一些事情 你最基本的来说 像这个 我们看医院 医疗这个环节 涉及到大概是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医院 所有事围着医院发生 那医院的上游就是药 对不对 可以这个 医生给你开药 那有医院得有患者 这是两方 医院给患者来开药 同时呢 患者自己支付一部分 同时用这个医保 商业的医疗保险 还有我们国家的 这个医保 个人保险来支付 那对于 这个医院来说 它的问题就是 一个 它医疗服务 对患者的一个识别 再一个 它就是费用审查 包括用药决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些大医院 人太多 人满为患 怎么能够更好地发挥 这个大医院的一个作用 能和基层医院协同起来 这是医院的一个 一个痛点吧 那从这个支付方来说 有的患者 他会 比如说这个 过度的 使用医保资源 甚至来说 对于这个医保费用 一些骗保 监控 失控 这些东西 可能都需要 数据信息的一个透明 都是一信息化 未来可能要解决的一个东西 那对于 这个药品方 以前这个机制不合理 医药养医 不过医院那个 定价虚高 实际上都是伤害了这个整个患者来看 对患者体验就是说很差 人满为患 又贵 对吧 各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最后可能都是要数据透明 信息化来解决这样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 以前你买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这个 去买一条龙虾 那从海底补上来 经过这个我们之前讲的一道贩子 二道贩子 中间各种不透明 最后卖给你 比如说五百块钱一只 四百块钱一只 那现在我们通过 比如说 透明化的管理 比如说根据互联网结合新零售 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环节降掉很多 比如说以前一个小商小贩他在街边卖衣服 一件衣服开口要价 五百八百一千 你都得接受 现在有了这个网络 你上网一比 什么价位 什么材质 什么价格 其实这个就是 信息化 互联网带来一个好处 那在医疗行业 只不过这个行业专业壁垒 相对较高 所以说他实施的过程 可能会更加漫长 但是这个路肯定是 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就所谓的三一联动 就是说要打破中间的这个数据壁垒 更透明 医疗服务 医保和医药 这三方 最后都是针对患者的嘛 我们要打通这个三一联动 可能是未来 除了一个我们以前传统的信息化以外 医疗信息化行业面临的一个硬骨头 我啃下来 可能也是一个大机会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一样 医院的一个信息化阶段 中国现在整个还是进一个这个 临床信息化的一个阶段 最开始这个信息化就是 黑死系统 黑死系统就是说白了 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系统里对接的是医院内部的 比如说病例呀 比如说这个药啊 比如说医院的后勤啊 检验啊 这些科室 一个医院内部共享了 对吧 上一个系统 比如排队挂号啊 抓药啊 这些系统 这个系统管理整个全国医院的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都跟他对接 这叫黑死 那再一个就是临床的一些流程各方面信息化 现在就到了大部分是到了这一步 那区域信息化 还没有大范围的推广 区域信息化什么 两个不同的医院之间 这个系统数据没有打通 可能我们有一些更好的协作 比如说病例的一些分享没有打通 他跟区域里面这个地方 政府参与比如医院的一些支付啊 健康数据啊 这些相互之间没有打通 那再往宏观里看 比如健康管理 就是说我们讲的医疗大数据 四个方面医院 医保 药厂 患者之间的相互的一个联动 这是更大范围内的一个信息化 还是一个方向 还没有打通 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 初期阶段 最基本的来说像这个 一些地方先进的地区 他已经开始做了 就像我刚才讲的 不仅一个医院内部 他数据是打通的 那可能在不同的医疗 就是说设备啊 患者机构之间 然后不同的一个区域内的 不同的医院 不同的这个医疗的参与方 家庭 他们这个大数据能够共享 那这些数据共享之后 比如说这个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 应该去 有没有必要到 比如说到一个三家医院去治 对吧 那最后 那个医保 医保的人员 怎么来识别这些患者 他是不是 说合适 那这些东西 这些数据的打通 可能是 现在讲的一个智慧医疗 比如说这个费用 你生了这样一个病 是不是 值得 是应该 开这么 多 这么贵的一个药 对吧 那其实这些环节 都是一个 我们智慧医疗 现在也是很多地方 在做的一个东西 那整个医疗大数据的打通 其实 有很多啊 要收集的一个 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 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 你比如现在有一些新兴的 比如诊断行业 诊断是 体外 不是叫体外 就是说这个第三方诊断 现在一些医院的 他的一些 科室的一些检验科外包 对吧 还有一些 体征数据 健康数据 还有一些基因测序的公司 比如贝瑞基金 华达基金 这些测序的数据 当然还有医院内部的 电子病例的一个医疗大数据 这些数据 收集完了之后 最后怎么来统筹 肯定是由这些 医疗性医化的企业 可能是上市公司 这种类型的 比如像为您健康 这样的企业和一些数据机构 那这些数据都有了 之后进入一个大池子 那这些数据里边的不同的主体 比如做这个预防 医学预防 慢病管理 比如糖尿病 健康管理这些人 他需要里边的某些数据 那对于精准医疗 科研 他又需要里边的一些数据 那这个数据就是 像火起来了 以前就是一个信息孤导 你这个医院的数据 内部是共享共通的 但是像外部怎么利用 这个东西 可能以后都是有 有待解决的一个东西 数据的一个最原始的搜集 到最后分析数据应用 现在这一块 在上市公司的一个 这个利润里边 贡献的还是非常少的 甚至说没有的 上市公司现在主要利润还是什么 你这个医院 新开一个医院 给你做个系统 是吧 就是基本的 我刚才讲的各个科室 这些数据上传 到这个系统 相互之间能够连通 但是这个医院的系统 跟另外一个医院 这个医院的数据 跟这些 比如说医保 跟这个医药各方面 它是不连通的 甚至不同区域之间 它是不能够共享的 当然虽然说医疗数据 各方面涉及到一些隐私方面 但是说在一些 应该做的一些领域 现在做的也还是不够的 主要还是一些传统的 比如这个医院 又增加一个电子病例系统 再收一点钱 你要搭建一个什么科室 搞个信息化 收点钱 现在主要还是做这些 基础性的信息化工作 上一个 以前不是在网上不能排队 对吧 那现在可以在网上排队了 我给你上一个 那可以的 后面为什么我们讲 整个 我们这些上市公司 像这些公司 他们有一些优势呢 因为最终来说 这个医院整体的一个 内部的一个系统 是由这个 这些 公司做的 那你跟外部对接 跟这个 互联网 服务药品 支付对接 跟患者对接 最终都要通过这个系统 所以他们也就有了一些便利 使得他们的业务 能够做的 比如说我现在是 你比如上海的东方医院 或者你北方 北京某个三甲医院 这个整个系统是我做的 那你后边 其他的比如说 医保方啊 什么这个药品方 要找我 或者你政府 要用这个数据 你都得通过我这个公司 那我相应的 我的业务的 可扩展性 就比较 比较大 那你比如说像 最典型的 A股的一些上的公司 比如为您健康 最开始也是做 HACE起家的 就是给你一个医院 做基本的信息化 把一些我们讲的一些东西 给他 搬到医院 这个自己的系统上来 先覆盖的医院 超过3000家 而且这个三甲医院 也不少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 他具备了一个 入口的一个优势 那后边他就是 能够使他有能力 与这个医保啊 包括商业保险 这些合作 合作过程中 就离中间 比如说 能够为老百姓 或为医院 比如说省一块钱 那最后可能 你能分到一毛钱 或者几分钱 这样其实就是说 对社会成本的节约 可能就变成 这些信息化企业的一些利润 这样是一个过程 那另外他 有掌握了这些数据 那可能 他跟这个药品啊 包括健康管理 各个方面 他都会有一个结合 那像万达信息呢 他是做 整个区域医疗 医保这方面 做得比较好 那他可能 发展的方向以后 也是像区域医疗云啊 保险云啊 这些医药 这方面发展 魏宁可能跟他 有成合的地方 弹价侧中点不一样 你比如说 魏宁他在医院端 就具有优势 那可能是他的一个特色 那比如说 像海红控股 他更多的是 做医保控费 保险 这个方面的 一个信息化 那像创业软件 他跟魏宁 是最类似的 他们俩积累的这个 三甲医院的数量 甚至比魏宁可能还要多 他俩起步的时候 最早是规模差不多 甚至创业软件还要大一点 但后来魏宁上市的早 所以走的路子更快一点 那 现在他的产品里边 可以就是 HACE和CACE 原来的这些 整个医院的信息化 电子病例 临床信息化 这些里边还是占大头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 区域卫生领域 他的一个 占比也是慢慢在上来 这是他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可能在区域医疗 包括他在上海的这个 美航区 包括广东的这个中山 做这个医疗 区域卫生信息化 它是比较做的 比较 早的 比较成功的 那像这个里边 整个覆盖比较全的一个 一个公司 像卫宁软件 万达信息 实际上是复制 是比较全的 那对于像这个 创业软件 它可能在这个保险这一端 相对比较薄弱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整个 主流的 中国的上市公司里边 做医疗信息化 做的比较好的 一些主流的公司 那你举例子来说 这个行业 我刚才其实讲了 很多的一个 一个东西 那收费怎么来收 第一个我们可以讲 传统的来说 医院的一个 简单的信息化 就是系统的建设 维护要收费 对不对 那第二个来说 如果它跟药品方合作 那中间的销售服务费 导流费 那可能会跟这个 医疗信息化平台商 那以后我们 讲这些公司都有 希望成为这样一个平台商 那跟保险方合作 那可能来说 对于这个 效率提升 保费 可能会有一个收费分层 那对于这个 运营服务 各方面比如说健康管理 医疗大数据 这些里边 那可以向用户 C端也可以收费 那整个他做的东西啊 实际上是 有助于解决医疗的一个痛点 便利人们的生活的 所以说 他应该也是理应 如果能做成是获得一些 分一杯根 也是合理的 整个不同的公司 那最最后这个 他可能能分到的这个 取决于他的业务范围 所以我们刚才看了一上次公司 他的不同的业务范围 他有优势 有的是全方位都有优势 他可能能够获取的 这个利益不太一样 那整个最基本的来说 你还是赚 就是我们看了 各个环节的一个钱 你看医疗的提供方 整个医疗的一个服务方 其实以前的这个 Hace系统啊 做Hace系统 做社保 去医疗 做临床性化 他都可以往这方面来转型 那他甚至可以 这个往 也可以往医保 控费 向客户这方面来转型 就是看你这个整个 不同的 你的能力不同 你可能转型的方向 跟成功度都不太一样 一类是比如说 平台型的医疗服务上 他能够做的 能够提供的 可能就更多 那对于区域型的 和专业型的 可能他们的优势领域 也不太一样 整个逻辑就是说 你能够在医药 这个领域里边 你能够做哪些更加便利性 符合趋势的这样一个事情 你可能最后就能够 获得这样的一个利润 当然最传统的 大家预测这个行业 原来就是做这个 给医院做系统嘛 做系统 其实说白了 还是作业系统集成 做一些软件开发 和一个 基本的赚了一个 普通的货 那后边可能要做的是 更加有技术含量 同时也更加对社会 效率提升 包括解决医疗痛点的货 那整个一个医疗性化的 一个市场 还是不断的一个增长 还是高 各位说不许 GDP增长要快 但如果我们把这里边 拆开来看 它这个软件和服务 硬件增长速度相对 软件和服务增长速度 可能更快 它这个行业 也是比较大的 四五百亿的一个市场 以魏宁为例子 我们刚才讲 魏宁最开始 它是做这个 给医院做这个 系统做软件的 他黑死的 那他后边 他围绕着这一切 他可能 他的业务拓展 因为他掌握了一个 比较核心的入口资源 再加上他这么多年的 一个积累的 产品体系团队 包括保险控费 这些东西 所以他后边 他能做的事情 就非常多 就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基本上 大部分的事情 他都能做 那对于可能现在 像创业软件 他起步 虽然也比较早 但后来他因为 上次相对慢 他发展 他没有魏力发展那么快 那他的优势 可能就是说 在跟一些区域 卫生管理平台 比如他跟上海的 这个美航 包括这个中山 广东的中山 中山开始 比如你这个区域 中山市 整个要搞这个 医疗 整个信息化 我给你这个数据 整个都打通 给你整个 做一个建设 那系统维护 系统建设 首先有一个费用 项目费用 后面完了之后 这些数据的运营 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 我可以跟你这个 当地政府 机关部门来合作 那我从中又能够 获得一笔 稳定的一个运营的费用 这可能是我 发展的一个方向 关于医疗信息化 其实大家知道 我一直强调 任何一个行业 任何一个子行业 它都是为了满足 人们的生活需要的 那这样 你做这个上个公司 你做着活 干的事 最终还是要 提升社会的效率 方便人们的生活 那对医疗行业 也是一样的 要解决医疗行业的 一些痛点 来做这个事情 这可能是 这个行业的一个 投资逻辑跟方向 如果大家 是自己 如果是医学院毕业的 或者说 医学院毕业的 可能还是不一定 但是如果 特别是大家 如果在医院工作过的 那可能对这些事情 理解也会更加深刻一点 整个的大概逻辑是这样子 那大家后面也可以再 仔细地 专研一些 如果有一些问题 一个想法 也欢迎通过各种方式 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流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一节的这个 华尔基学堂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